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到今天他们要拆你的房屋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为你说话了 咱们今天从一个故事来展开今天的主题 国内不是到处都有强拆吗 强拆这个话题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但是因为强拆引起一些事 那是有一些新鲜的事的 今天我就看到有一位老头 然后他面对那些强拆队伍的时候 他就发自肺腑的说 我党龄50年了 为何要拆我的房子 旁边还有人在打圆场 说这位老先生为党奉献了一辈子 忠于国忠于党 为什么还要拆他的房子 别人就评价了 说你都跟了老共50年了 你都没有认清楚他 那你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吧 党龄5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这个人他经历的时代非常多 至少是从大跃进那时候就开始 50年代开始 大跃进大饥荒 然后就是什么文革 现在一些力富的小运动 那就不说了 经历了改革开放了 然后以后再经历什么严打了 然后再经历了六四了 然后再经历了破坏法轮功了 像这半个多世纪 他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的 我就算不是亲历者 在电视上都能够看到 但是他一直都认为 我是党的人 我是重于国家 重于党的 法轮功那些人 他们不是党员 他们反党 所以说制法轮功 他们活该 六四运动那一拨人 他们都不是党的人 他们是党的敌人 所以说屠杀他们 也是活该 总是认为 永远都是别人倒霉 自己永远不可能倒霉 然后到老的时候 一个养老的房子 要面临强拆 这时候有没有意识到 你所跟随的党 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这一次有没有认清楚 当这个社会主义铁拳 真的是撒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这位老先生 有没有恍然大悟 你所服务的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其实这两天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要是简单来说 是一个爱国和不爱国之间的关系 你要是往深了说 往深了说 是一个粉红跟反共之间的关系 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说反共它是一辈子的事 但是粉红 有些人他不可能一辈子是粉红 当然启蒙一个粉红 启蒙一个自刚五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是一件成本特别高的事情 你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你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去说服一个人 或者说要等待他自己发生某些事情 某些时刻 社会主义铁拳撒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他有可能觉醒 但是这是一个长时间高成本的事情 但是你不可能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 一个粉红跟自刚二五 他是有机会去完成 像那种普世价值思维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这个可能 如果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种普世价值 你想让他回去那就是不可能了 但是有一些人是例外 你怎么去解释就是哪些人例外 赴美式生活反美式工作这一拨人 像乔什司马南这一拨人 其实这些人他们不傻 他们聪明 他们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黑白 但是他们为了钱 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再说所谓的反共 大家不要觉得反共是一个十分激烈的词汇 可以说反共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我举两个例子吧 以前我在这边工作 有一个老板 他在几十年前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他学的是外语 他就跟一位老外相爱了 跟一个西班牙人相爱了 然后就嫁到了西班牙来 然后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 像对于这种普世价值的思考思维能力 他是有的 你要说这个人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多少还是有一点小气 有一点点刻薄 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 要精打细算 作为一个曾经他的员工呢 觉得这个老板还是有些刻薄跟小气 我觉得这也不算是坏事吧 起码人家能手足做财 能把生意做起来 平时该生活也是生活 但是在这个价值观层面 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有一回呢 我在干活 他在我旁边呢 刷着微信 刷着刷着 一看什么国内有一些什么主旋律啊 又是一些新闻联播啊 他自己就扑自己笑了 我说这些新闻你骗鬼啊 他平时他根本就不关心政治 平时是来店里面工作 那没事的时候呢 那他的业余主要生活呢 是他那个基督徒的这么一个圈子 他从他的宗教信仰里面 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跟精神寄托 他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 但是呢 他一看到一朋友圈 有这么多反智的啊 有这么多那种人血鸡汤 有这么多带风向的 他自己就感觉就扑翅一笑 我说 他说你看现在大陆人 怎么傻成这样 这都能信 这就说明他呀 虽然说不关心政治 但是啊 反共是他一个基本的常识 反共就是一个良知的体现啊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我在这边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 他自己在反共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他嘴上说着毛主席 都说成口多禅了 因为从小教育 书本里面说的那都是毛主席啊 他有时候 他说一些历史的时候 还说毛主席 但是呢 他自己都知道 他曾经生活的这种环境 是一个什么环境 以前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他说啊 今天呀 七大姑的车呀 被交警查了 明天呀 八大姨的这个厂呀 被工商税务给封了 然后然后再过几天啊 又什么书白兄弟啊 他这个什么幼稚啊 什么官司了 他跟我讲 他这些生活中的往事啊 经历啊 他说自己的亲亲朋友 遇到这些麻烦啊 怎么去解决的 没有一件事情 是通过正常渠道去解决的 全部都是通过一些啊 找关系 拖关系 然后去塞钱送礼 然后才去解决的 车被交警查了 那就是直接打电话 给谁谁谁 我这个七管八管 这个某个交警大队的领导啊 我们认识 你给我打个电话 通融一下 之前要罚一签 现在这个电话一打过去 送了一条烟 那就那也就一二百 那就解决了 就另外一个厂子被封了 也是生意人在货行挖坑死半个 就比谁的后台硬 你找这个后台 我找那个后台 到底我也是砸钱吗 也是把厂子给拿回来了 聊这些话题的时候 我跟他说 像这些事情 应该去通过法律途径 通过正常途径去解决的 为什么全部要通过 这种方式去解决 然后他就是说了一句 共产党太不是个东西了 他也不关系政治 但是他自己把这些自己经历的事情说出来之后 他就总结出一个结论 共产党太不是个东西了 这就是两个例子 这就是说人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是人只要是一个聪明人 一个清醒的人 一个有良知的人 那么反共 他就是一个良知的体现 当然很多人 他对于这种反共的概念 还是说你反共 你为什么你不到国内去 你回国内去反共去 你去买枪买炮去 你去扎市政府去 你去什么上街游行去 有些人对于这种反共这个概念 还是太有这种局限性 其实反共呢 它就是一个良知的体现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特别是在大陆的朋友 当初都被洗脑过 谁能躲得过洗脑 没人能躲得过洗脑 当初都是傻逼 每一个清醒过来的人 都会发出一阵感慨 当年的我就是个傻逼 现在都醒过来了 对 此刻那些什么五毛啊 四干五啊 他肯定会跟点留言 老黑你就是个傻逼 你说的太对了 放心好了 或许多年以后 他会扬起今天在网上留言 他会觉得 我当年骂老黑是傻逼 我这么做太傻逼了 如果以后十年八年 他们能够意识到 自己的这种行为 是一个傻逼的警员 那么他是幸运的 但是呢 99%的人 是不会这么幸运的 很多人一直在想说 中国到底有多少人 拥有这种正常思考能力 得出结论 也就是1%到2%之间 就是普通老百姓 咱就不说上面那些赵家人 其实最反共的 就是上面那一波赵家人 他们都把自己的老的孩子 都送到国外去了 去享受资本主义 腐朽的生活方式去了 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的很 他们自己都清楚 自己是哪一路祸子 所以说咱们就不说上面那一层人 就说普通老百姓 那一波被洗脑的人 他们信息接收的渠道太单一 所以说长此以往 这种思维方式就固化了 以为自己思考的是对的 他们认为党永远是光荣伟大正确 他们认为那些说党的坏话的 那就是恨国党 那就是恨国区 而且还是什么高学历恨国区 幸亏我没有高学历 不然我也成高学历的恨国区了 那为什么不想一想 为什么学历一高就恨国呢 为什么当年老猫 他这么打压知识分子呢 以为知识分子看问题 比老百姓看得透 用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吧 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抓天主教人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天主教人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再回归到今天节目开头 那么一个例子 那个党龄50年的老头 当初闹大饥荒的时候 你没有说话 因为你没有挨饿 当年什么反右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话 当年抓知识奋斧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话 批斗邓小平 还是批斗彭德华 还是抓刘少奇的时候 你都没有说话 因为你不是受害者 到今天他们要拆你的房子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为你说话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么 闲持一会儿 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好吧 咱们下期再见 要是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 别人的房子变成我的房子 别人的女人变成我的女人 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